三位导师给出的意见是一致的 当然决定权在王立宏老师手里 请问王立宏老师 就这一轮李芷婷的表现 你要选择将他和曲阳或刘美玲当中的一位进行替换吗 以能力来说 刘美玲 曲阳 李芷婷 绝对是本季好声音最好的三位歌手 为什么都在我的这个战队呢 你这样讲 你这样讲我们三个 你可不可以让我们稍微不要那么尴尬一点 给我们留一点点薄面 留一点点就好 反正自己家的孩子怎么看都漂亮对不对 你知道这些年我在好声音被折磨成什么样吗 就是手里全是好牌 舍不得 请问王立宏老师 你的决定是 为什么都在我的战队 我都希望在这个时候 可以给其他的导师 大家都去鸟巢吧 但是就没办法 所有的决定权就在这儿 我希望李芷婷 要替换 要替换 那么替换的是 徐扬还是刘美玲 我想的是可能会替我 可能他们俩就风格 包括就是舞台的那种感觉 更适合去鸟巢吧 万一我被留下成那个五分之二 可以在鸟巢唱歌 就真的是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然后也很想去 我要想一想 什么样子的歌手跟对手 PK的话是会更胜一筹 刘美玲这个曲风 我不确定在鸟巢这个比赛当中 会不会赢得最多的这个票数 你去做曲阳的旁边 替换的是美玲 导师已经做了决定了 他做曲阳的旁边 请和美玲交换位置 美玲加油 不管是指听还是去样的 谁是最后代替我们 去鸟巢的这个人 希望他压力小一点 对 因为我们都会很开心地去支持他